可爱的兔兔身受大部分女性的喜爱 王灵娇拿着胡萝卜 猪软软拿着白萝卜 范若若抱着蓝西辰给的兔子 又拿来了大白菜 几个人喂兔子 雪鱼兔的眼睛比一般兔子大 慧英的这只眼珠又黑又凉 蓝湛的那只眼睛 如红宝石一般耀眼 好可爱啊 几个女孩轮流抱兔子玩 慧英无聊自己啃了口胡萝卜 马上被女孩子生讨 怎么可以抢兔兔的口粮 慧小公子 我可以叫你阿线吗 姜燕李拧着食盒来了 这是莲藕排骨汤 莲藕是云梦的特产 姜燕李把碗拿出来给慧英 你尝尝 慧英吓得一蹦老远 姜姑娘你有话就说吧 姜燕李放下碗 慧公子能不能送我一只雪玉兔 云梦那边没有这么可爱的小兔子 慧英看着雪玉兔 抱歉 我给不了 这雪玉兔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 灵力高深的深山或者雪山才能存活 温家这雪玉兔存活不易 云梦气候偏热 不适合 姜燕李这次发现 这雪玉兔虽然被王灵江和猪软软抱着 但是这两人的衣服比平时厚实 范若若抱着蓝西沉颂的小兔子 姜姑娘 你没什么灵力请回吧 范若若的兔子是普通的兔子 受不了寒冷 卫英贴心 只在雪玉兔活动的范围放了寒冰符 王灵江和猪软软把雪玉兔放回笼子里 王灵江是张扬行的 姜姑娘你该走了 要兔子自己去猎 要你弟弟或者未婚妇猎都行 猪软软性格温和点 姜姑娘 你的汤记得拿走 江燕里眼泪哗哗拿走了东西 第二天范贤 范思哲跟江承打起来了 原来江承把范若若的兔子 当成未英烈的雪玉兔了 直接就拧兔子耳朵 这兔子也厉害 对着江承咬了一口 竟把江承咬伤了 江承一气把兔子丢了出去 不慎把兔子摔死了 范若若直接就哭了起来 范贤和范思哲就跟江承打了起来 兰西尘直接赶过来一脚把江承踹飞 兰西尘你有病 干嘛打我儿子 你就那么呼那个家谱之子 就你们兰家眼下把他当宝 不就是一只兔子 于子渊自视看不得儿子被打 兰西尘拿手绢给范若若擦眼泪 这兔子是我送给若若的 有余夫人的大嫂门 这些世家都不傻 好吗 把兰家少宗主送的兔子摔死了 虽然是兔子 但也看是谁送的 兰西尘是兰家少宗主 温若寒的七族的孩子 就这背景也不能动那兔子啊 卫英看着被摔死的小兔子 用布包起来找个树林埋了 兰战知道卫英虽然大咧咧 但还是有些敏感自己原来的出身 自然是青红 卫英不怕 卫英眼睛红红的像小兔子 抱着蓝战乌乌艳艳 蓝西尘哄着范若若 不哭了 等下我去百凤山给你猎一对血玉兔 或者给你猎只狼鸟 狼鸟很灵动的 范若若哄着脸小声说道 你先放开我的手 蓝西尘可不干 自从秘境失了范若若 好容易找到了他 这多久了才能抓到手 这点就要学旺鸟 旺鸟现在天天耳得宏多幸福啊 青横君看着大儿子 西尘你和范姑娘去百凤山 一起猎只小动物吧 蓝西尘这拉着姑娘的手 就没撒开过 青光善笑道 蓝家最近喜事连连啊 双臂都有好事了 青横君笑了笑 孩子们自己愿意就好 其他世家则是忙着去夜猎 赶忙猎点好东西送礼 蓝西尘这厚脸皮学得厉害啊 青青君子 刚猎到狼鸟就耍蓝说被咬了 若若我疼 你柔柔 要不亲我一下 范若若被逗得哭笑不得 范贤把范丝折的头推过去 摸了蓝西尘的脸 咋样 要不要再来一口 不知 卫音在后面看得没忍住 哈哈哈哈 大哥 你这也算见了一不了 蓝旺基对青哥表示眼神同情 蓝西尘觉得没有爱了 怎么都对我这样啊 为啥旺线可以天天一起 为啥我就这么难 好想哭啊 金子轩被穿了女装 在百家中丢了脸 本来金光善想给儿子换别的家族 不知道谁说金子轩有一装痞 喜欢穿女装 其他世家突然有点怕了 这毛病万一遗传咋办 而且除了金家 五大世家中温家的两个公子都没有正式 云梦交是在说吧 可惜最好的姑苏兰是两个公子 都有了另一半 第三天是小定之日 蓝战和魏英是一身心智的血断锦衣 李衣和外袍衣袖是红色的 魏英的发带和蓝战的膜都是红色 128对足金半人高的兔子和和田玉兔子 把玩的足金兔子做成吊坠等小玩意28对 帝王绿、黄匪、子匪做成了六种不同形态的兔子造型 巴掌大 把玩的各66件 布料有江南的肖沙88匹 江北的羽沙88匹 各色彩绣的云锦鼠段108匹 三四两重的龙凤吃金镯18对 欠珠龙凤吃金簪18对 还有鲍鱼、豪齿、圆背、冬菇、虾米、鱿鱼、海参 鱼翅和鱼堵外加发菜等上品海味 至于其他各类三生鱼酒、四季茶糖果子等物件更是不计其数 至于零食、法器、符咒 还有藏书个二十箱 这些都是给魏英的 魏英突然觉得自己报复啊 这么多好东西 其他世家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玉无价啊 上好的玉克成兔子 半人高都可以做上面了 接下来更气人的是 蓝忘机用鲜鱼给魏无羡做了鞦韆 用天蚕丝裹了两层 那可是一整块无瑕月啊 这么一笔金光扇随处丢的珍珠扣子 真没脸看了 还有天蚕丝万金难求啊 太奢侈了 但看看蓝家的房子 都是上好的古墓 都是千金难求 好吧 低调奢华吧 呜呜呜 太欺负人了 蓝希臣挪到范若若身边 以后你也有 给你写玉的 卫英给蓝湛准备了第五代招 因其和风卸盘 百家想哭啊 内心咆哮 为什么自己十几年前出门 怎么不去伊林 这要捡个魏无羡要赚多少啊 然后也也不少人家看不起江家 这么好的孩子居然不早点去找 就知道夫妻吵架 去老婆不能光看家事啊 媳妇脑子有坑不能要啊 去修真借第一母老虎 又没有管住老虎的资本 那就家无宁日了 蓝湛浅笑了一下 瞬间又惊呆了一堆人 蓝望鸡居然会笑 冰山融化了 一堆人对魏英是又羡慕又嫉妒啊 修真借第一冰山蓝望鸡啊 她就是不会笑 所以才公子榜第二的 蓝起人看看于夫人又看看蓝明月 内心表示蓝家祖先还是庇佑自己的 虽然结婚那天新娘被换了 但是蓝明月可比余子渊好千百倍 余子渊看蓝起人痴痴看着蓝明月就生气 直接看着江峰眠 江峰眠 有些人要谢你的不娶之恩啊 虽然是二婚 居然还能找了个嫡系次子 次子怎么比得上嫡长子 人傻下一代也是傻子 长子不要要次子 也是不能传承选嫡长子也选不了啊 啪地一声 余夫人脸上一个巴掌印 蓝起人拿手绢给蓝明月擦手 媳妇下次要打谁告诉我 你会手疼的 然后蓝起人把手绢一丢 余子渊怒吼 葬色你个简人居然敢打我 我眉山于是纵横仙道百年 我眉山于是纵横仙道百年